土地银行图联合报系资料照片分享 海科馆预计12月中与沁阳企业终止契约 由于沁阳曾向土因申请连带 土因可决定是否行使融资介入全接手契约 官方表示经联系后 土因回复时间可能在12月4日或5日 庆富集团子公司沁阳海洋企业 为承接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OTN海科馆应运及BOTN海洋生态展示馆 兴建契约2013年曾申请连带 由土地银行担任连带主办行 高雄银行全国农业金库合作金库商业银行 及新光银行参与连带 共筹资新台币9 5亿元但庆阳10月间为按期还款 土因召集参戴银行开会后 宣布庆阳连带案交叉违约 依照庆约规定 土因必须在海科馆与庆阳12月12日 终止庆约前决定是否行使融资 介入全体庆阳旅行合约 海科馆已在10月下旬发出公文 征询土因意愿 希望土因能在明天前回复是否接手 海科馆经营管理组主任何林泰 下午向中央设计者表示 截至今天为止 官方尚未收到土因回函 是否要行使融资介入全金联系后 土因表示各参戴银行人需时间评估 恢复时间可能会在12月4日或12月5日 另一方面海科馆已在11月3日上网公开招标5860万元 劳务委外案标案明天下午5时截止投标 12月1日审查投标厂商资格 符合资格才能进入最后评选 官方预计12月4日举行评选 当天将决定从12月13日起至明年底委外营运厂商 何林泰指出若土因最后决定行使融资介入全 官方将召开委员会审查与土因合作的厂商资格 只要符合资格 劳务委外案就会废标 若土因没有提出劳务委外案则继续执行 此外何林泰说 一旦与庆阳终止契约 官方除将没收新台币 1亿2000万元旅约保证境外 点交时如有相关设施 设备损坏未修及带电的130多万元电费等都会列入求偿 同时也将针对沁阳已试作的海生馆工程启动建下作业 之后双方再列举扣除计算最终赔偿金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也认为您能处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